如果美国敢敢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 我看对朝鲜人民军是很大的考验啊 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阻止我们解放台湾 如果再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我们心生的功可功夫 水来土焰 兵来将党 美国人能把中国一口给吞落 他没这个胃口 1950年6月26日朝韩战争爆发 美国随即派驻日本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入侵朝鲜 6月27日 再度命令美国驻菲律宾的海军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 朝韩战争的爆发对于老蒋来说不亚于九汉冯丹林 其实他早已做好了参战的准备 随即就让儿子致电韩国总统李承晚 表示台湾愿派出精锐的国民党第52军师员南朝鲜 8月27日 美国将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主席决定出兵朝鲜 并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 这一仗坚决打 哪怕美国丢原子弹 我们也要打 美国人拿原子弹说是 老子听不懂 赵大铺 谁敢横道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原子弹吓唬不了我们 所以主席说嘛 原子弹也是纸楼 出兵朝鲜已早不宜迟 随即主席决定在彭老总出征前请其吃顿饭 但在饭桌上 作为主席儿子的毛岸英向其递交了上战场的申请书 主席深知这场仗很难打 但他没想到儿子会有上前线的想法 尽管非常担心 但他还是理解弃保家卫国的想法 国家有难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孩子有义务第一个冲在前面 但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老总 却是坚决反对这一决定 毕竟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不久 应该花更多的时间陪在主席身边 再者就是加上朝鲜目前的战况尚不稳定 但是主席却说 老鹏啊 你就收下他吧 岸英会讲俄语英语 你到朝鲜 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吗 既然主席都说了 那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 岸英 你同意吗 龙叔叔 我一百个愿意 可是谁又能想到 这顿饭竟成了主席和毛岸英吃的最后一顿